哈喽 亲爱的家伙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去说野史啊 今儿呢咱们来聊聊南北朝 南北朝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朝代 哪里特别呢 特别乱 就因为乱 所以很多人一听到南北朝这个名词那就头大 考试的时候其他的朝代那都是送分体 南北朝那就是妥妥的送命体啊 那么南北朝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神仙朝代呢 今天听耿耿慢慢到来啊 这个咱们先说一下这个魏晋啊 也就是南北朝的前任 这个给你们整理一下他们的关系啊 南北朝的前任是魏晋 南北朝它是一个分裂的时代啊 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呢 其实是从他的前任那里继承来的 人们常常把魏晋南北朝连在一起讲啊 历史上的魏晋跟南北朝是一样分裂一样的乱 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呢 把汉先帝给落下了晋软殿 然后自个儿当了皇上 于是乎呢 这汉朝这正式灭亡 北方全部就归曹魏统治了 而南方的蜀国跟吴国呢 也是有样学样 就都学着曹操的子孙 自个儿当了皇帝 可能是曹操他们家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所以说不久之后呢 曹家就被司马家给取代了 这北方的老大呢 就不再姓曹 而是改姓司马了 这就是魏晋的这个来历啊 那其实当时的北方实力 它是强于南方的 这个司马家控制的北方 最终战胜了南方的蜀国跟吴国 短期啊 只能说短期 暂时的去统一了这个中国 他们建立的朝代呢 那就是晋朝啊 只不过呢 这晋朝建立没多久啊 这北方又乱了 这次乱的那简直是 怎么说呢 惊天地气鬼神的呀 过去中原地区都是由汉人统治的 那这回呢 北方的主要少数民族呢 就轮流做了回中原地区的主人 什么匈奴啊 宪卑呀 姐呀 枪啊 这个你放唱吧 我登场是一个没落架呀 最后的结果也很简单 五胡死光 汉人也死光 这个好在汉人比较机智啊 打不过呢 咱就跑嘛 就像 以前我听了相声 我我阿娘说了 对不对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跑 那想当年 司马懿跟诸葛亮作战 这司马懿就会干两件事 一个是归宿防守 一个是迅速逃跑 这俩本事 被他的子孙是完全继承过来了 当五胡大举进入北方中原地区的时候 这晋朝的皇室 就果断的决定 哎 我向南边逃 当时呢 跟着晋朝皇室往南边逃的 还有北方的一些施家大族 这些人呢 把中原的文化带到了南方 当然呢 也把这个面子文化带到了南方 所以后来大家就把这次的逃跑叫做 一贯南渡啊 一贯南渡之后呢 这个朝代从西进就进入到了东进 这司马懿的子孙嘛 就完成了逃跑 就开始在南方归缩防守 这个中东进一朝 再强大的北方政权 也是奈何不了东进王朝啊 这司马家的人就很多都是混用无能 交出隐医之辈 但是呢 人家愣是守住了南方 可谓是什么呢 干啥 啥不景防守第一名 不过呢 这外边的敌人好对方呢 自个家里的敌人 那就搞不定了啊 公元420年呢 东进王朝的大功臣 帮忙这个朝廷平定叛乱 叔父失地的宋王刘裕啊 一脚就把皇上给踢开 自个当了皇上 一是乎 这南朝啊 就正式开始了 这个南北朝 等于南朝加北朝嘛 这个南北朝这个词 其实没什么别的意思呢 就是南朝加北朝 北朝有五胡之乱的光荣传统 而南朝就比较简单嘛 简这个简单的说 应该说是南朝历史 那就是换个朝代换个名 换家人做皇上 是不是啊 这个刘裕一脚 把东进的皇帝给踹开之后呢 自个儿当了皇上 定国号为宋 注意啊 这刘裕建立的宋朝 跟这个 那个宋朝人 没半毛钱关系啊 这刘裕的宋朝之后呢 这个肖道成呢 建立了南旗 肖显呢 建立了南梁 陈霸仙呢 建立了南城 这几个朝代合在一起 那就是南朝 东进王朝 衣冠南渡时候的那群人 有文化 有教养 所以脸皮子也薄 到了南朝 这些皇帝呢 就那脸皮就是越来越厚了 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个用自己的姓 作为朝代名的 那就是陈霸仙的陈朝了啊 呃 划分两头了 南朝开始的时候呢 那北方还乱着呢 逐渡中原的 那哥哥都是英雄 而且绝大多数 都过了一把皇帝的眼 要说有什么事是最光宗要族 那肯定是当皇上了 你看啊 这天龙八部里边的慕容妇 都几百年了 还惦记着自个儿呢 大燕国的祖先呢 这慕容氏呢 就是鲜卑族人 北方再乱了一百多年之后呢 被一支鲜卑族人统一 不过呢 那都不是慕容氏 而是拓跋氏啊 呃 公元四十几末啊 这鲜卑族呢 拓跋步呢 在北方建立了一个政权呢 就是魏 这个魏呢 他不同意曹家人的曹魏 史称北魏 公元四三九年的 这北魏就统一了北方 人们看到了全国统一的希望 这南方跟北方 都只剩下了一个政权 那只要再少一个 全国就可以统一了 按照常理来说 北朝跟南朝 都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然后把对方给干掉 灭掉 不过北魏的这个孝文帝啊 却不这么觉得 他心里就一直就认为 南朝比北朝好啊 这多亏这司马耶斯子孙跑得快 不然孝文帝 就不可能有这种觉悟了啊 所以这个北魏呢 要向南起学习 山碑人 这个鲜碑人呢 要向汉人学习啊 这个北魏最初的首都呢 在平城 也就是咱们今天的山西大统 孝文帝这一道命令 千都洛阳 这个北魏皇族呢 就开始姓拓拔 孝文帝一命令 哎 全部都得改姓圆啊 申掉侠侣那一句啊 有有有一个这个 有一句叫万事件情为何物 只叫生死相续 就李莫愁说的那句吗 他其实不是 就是现在的小学生考试啊 这个或是这个 有一些知识问哪里边 哎 就会问啊 我记得之前在 一战到底里边就问 问世间其微何物 只叫生死相续 是出自于哪里 就很多人说 哎 出自于神教侠侣 其实不是啊 他是出在 出自唐代的大世人 袁赫问之手啊 这袁赫问呢 就是北魏皇族的后裔 不管怎么样吧 这孝文帝的改革 是加速了北方民族 融合的进程 也加速了南北 统一的步伐 不过没多久啊 这北魏就嗝屁了 为这个 呃 北北魏完全厌气之前呢 因为信仰跟种族的分歧啊 分裂成了东魏跟西魏 不过的 不管是东魏还是西魏吧 实际掌握朝政的人 都不姓缘了 这个西魏的老大呢 是宇文泰 他带领的团队呢 就被呃 这个 一再强调的 关隆集团 东魏的老大呢 是高欢 他的子孙里有一个 贼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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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的啊 这个应该怎么说 呃 就是蓝陵王高长公 这么牛气的人 不会甘心只做一个影子 老大的啊 这个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蓝陵王呢 被称为中国古代的 四大美男子之一 不久之后呢 这两位老大的儿子 正式建立了 属于自己的公子啊 不对 是呃 国家 西魏呢 变成了北州 东魏变成了北齐 北州北齐两个政权 不管从什么角度看吧 那都是北齐牛 那你看蓝陵王多帅 就知道北齐皇室的基因 有多好了 没办法呀 北州那边皇上的数量 比北齐更多呀 这宇文泰跟他领导的 关隆集团 汇集了这个 这个 世界上最稀奇的一种资源 啥呢 就是皇帝 这宇文家建立了北州 杨家人建立了隋朝 李家人随后又建立了唐朝 北齐皇室 他再牛也没法跟一群皇上打呀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 北州灭了北齐 重新统一了北方 不过这个北州灭了北齐之后呢 这宇文家没高兴几年 就被自己手下的杨坚给取代了 杨坚取代北州之后呢 建立了隋朝 而且在不久之后呢 成为了南北朝 这个乱世的终结者 公元589年呢 隋军攻入了建康 将南朝纳入了版图 历史169年的南北朝 终于宣告结束 有意思的是啊 这个隋军灭成的统帅 后来的隋阳帝杨广呢 当时绝位正式禁王 整个南北朝 始一进终于进 真是一言难尽啊 这个那南北朝都留下了啥呢 从公元420年 刘裕带进自立 到公元589年 隋冽臣统一中国 南北朝总共持续了169年的时间 在中国的历史上 南北朝通常被视为过渡体 它的两边是两汉和隋唐 这两个光辉灿烂的时代 虽然南北朝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 就显得特别的模糊不清 但是它在很多方面 是依然有着属于自己的存在感的啊 说起中国的传统文化 很多人就下日式的想到 如是道 在南北朝时候呢 这个 这个教派呢 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南北朝结束的时候呢 他们都有了跟儒教分庭抗礼的底气 东晋的衣冠难度呢 极大的促进了南方 经济文化的发展 北方的民族融合 就让我们的基因更加的多元 更加的优秀 不过南北朝结束的时候 也有一些东西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啊 南北朝的时候 曾经有几座非常重要的城市 南方的江陵 北方的平城 二十世纪初的胡适现场 曾经告诉我们说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其中有太多后人掺达的东西啊 其实真实的历史呢 就需要通过实体考察 实物研究来判断 就比如说 这南北朝的历史 说一千到一万 也比不上现场去一探究竟来的直接哈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去说也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会 感谢观看